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场地等等的这种限制 所以我们当时联系到了我们县里面的教育局 由教育局发文到每一个学校 然后进行了一些大型的一个海选活动 从班级开始抽选 然后逐步到学校 每个学校里面来抽选几个同学 然后参加我们县里面最后的一个决赛 参与的海选呢我们统计了一下 大概将近有两三千人 时间怎么办 是大街小巷呢 就是为了一个参赛名额 经常会闹得不愉快 为什么呢 都想比赛 但场地你超过三百人 一个会议室也只能放两百人 三百人就很拥挤了 办了这个希望赛之后 我们县里面很多学校也得到了重视 纷纷也开展了上期的社团 聘请我们协会里面的会员来进行授课 现在我们这个县里面的所有学校里面 全部都开展了这个上期的活动 可以说是完全地普及开了 很多呢 这个赛后的这个家长呢 也感觉到这个比赛呢 确实是非常具有一个规模和正规的 很想呢 下一次还有这样的一种机会呢 再参加 还有没有参加的 没有参加到的呢 就是讲 我们以后呢 在我们本市再继续搞一些其他活动 也满足这个所有爱好者的要求 大家好 我是来自奔墓市的周耿振宇 我今年上八年级了 我叫吴曙光 我是安徽 同龄市 中阳县人 我的职业是一名人民警察 我叫张庆花 来自淮南市 今年66岁了 我叫桑亚南 是合肥市公安局的一名普通公安干警 从小学一直到我初中 一直都在陪伴我的成长 象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象棋虽然是我的业余爱好 但是它在我的业余生活当中 我感到它使我充满了乐趣 轻输赢 重内容 赛风格比人品 下棋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两个字 假如父亲喜欢下棋 我七八岁就跟父亲学下棋 可以说下一辈子棋了 象棋为什么拥有2500多年 这么永久的一个历史 那这个历史文化我们又值得我们去思考些什么 于是我们在棋盘上 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 我们帮助孩子已经能够去解决 比如说是思维金箍 价值观 等等一系列的思维习惯意识的问题 整个过程里面我发现 给我带来最大最大的体会和感受 就是孩子他会不用你去发小贴话 他就可以去拥抱你 认为我们似乎好像给他们发了什么奖品 但后来又问不是的 这是孩子的反应 他们是天真的 去年参加的人数有2000多人 今年达到了3500多人 去年的全国业余七芳赛没有县参与 我们今年把县参与作为重点来进行推进 今年有18个县进行了象棋七芳赛 明年我们将在安徽全部62个县进行象棋七芳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象棋世界栏目 我是唐丹 今天还是由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您讲解 天天象棋2017全国象棋男子甲棘联赛 季后赛的一盘精彩对局 今天对局的双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这个特异大师王天一对阵赵伟 王天一是代表杭州环境集团 赵伟是代表上海金外滩 这盘棋应该说两个人下的还是非常激烈的 同时也是四分之一决赛的一盘非常关键的对局 下面我们就来共同欣赏一下这盘的对局 王天一先走是走的马发近期 双方以骑马对挺兵开局 黑方马二进三 下角联赛是共有四个人出场 前两局棋打成了平局 那么第三盘棋王天一是直红棋先走 因此杭州队也应该说是对王天一寄予了厚望 王天一这盘棋始终也是拼得很厉害 好我们再来看 马八进九 以骑马局开局 就是有角度中局功力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骑马局就一下子不容易形成非常激烈的对攻了 往往是这种局面战 双方看谁阵型摆得扎实 看谁呢这个中局扭杀力更强一些 是的 这个开局赵维也选择了一个马八进九 比较稳健的一个走法 说说张老师和以前黑方走居于禁一是比较多 对 居于禁一呢就是更容易的双方会形成这个激烈的战斗 因为居于禁一的目的就是下部准备急于平期 然后足迹禁一充足 对 那这儿红方的也有居九禁一的 也有居于禁一的 这个利用不同变化 那么黑方走马八进九呢 形成这个单提马的阵型 它的特点呢就是比较稳健 对 阵型呢也是比较协调 赵伟呢也是来自上海的这个相机大师 应该说他在第三场出阵呢 也是想全力以赴呢 顶住这个对方 因为王天忆呢大家也知道 这个在相打联赛呀 常规赛的前26轮里边 他取得了21胜5合的这个战绩 对个人胜率榜第一位 超高的胜率 这是多年以来呢也没有达到过的 但是今年呢当然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相后手呢 由各队呢自己定 那王天忆可能要走20个先手以上吧 是啊好像他作为队里的主力 所以拿先手比较多 拿先手多呢他赢的多啊 也是为了整体的团队利益呢 这个着想啊 也是做出了一个突出的贡献 好那我们来接着看这个队局 红方接下来走居一级一 然后黑方向七级五 这点补七项呢 应该说赵伟啊 这个比较有体会的一种走法 一般来讲黑方走居九级一 向三级五啊 这种招法比较多 对张老师这种骑一般 感觉你飞七项这个编码 就是没有根了呀 这种没有保护 嗯 这个这个骑行您是怎么理解呢 实际啊就是冰屋常事吧 水屋常行 对 根据这个局面具体的特点呢 黑方呢这里边呢可以求变 居九级一也没有问题 对 向三级五呢原则上呢 阵型上也没有大毛病 是 向七级五呢 它的特点呢就是说 你既然动了居一级一 那你的居就想横着走 对黑方这个左翼的这边的压力就小一点 如果你先走去居九级一 黑方就不能向七级 黑方再飞向 因为他将来冰一级一 有可能这个冰通过去 他在这节约了一招居一级一这个棋 这样 如果他居一级一他再走这个呢 他这个居的效率就达了折扣了 对 所以说这招棋呢也是针对 红方居一级一的一种呢 比较灵活的变招 应该说这招棋呢 看起来失调 实际上呢他内在呢 也是比较协调的 对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 看来赵大师这个开局也是 对 红方居一级一 明星的策划 黑方居一级一 黑方居一级一 对 因为这种棋呢我们刚才说了啊 就是布局的格调呢 非常的稳 不容易兴起波来 对 所以黑方呢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阵型呢 协调好啊 是 接下来红方又冰一级一 他是先冰一级一吧 对 然后黑方走了一个炮二级二 这个他就是防止他兵一 去对兵 因为对兵呢 他那个编码呢 就遭到攻击 对 这儿呢 来看呢 黑方的阵型呢 也是非常的公稳的 红方暂时也没有 更好的进攻的办法 他是走的 狙 狙九平四 狙九平四 黑方狙一平七 狙一平七 平狙呢就准备撞七族 从这个三轮险杀出来 红方 王天仙还是很积极 进狙 捉炮 对 他炮八平七 红方接下来马三件 这个上马呢 准备马上进一 将来这个 来攻击黑方 黑方 黑方也得博士 牵手 局势退三 回来 然后黑方接下来 冲击足 这儿呢 黑方就按照 事先的这个计划呢 逐步呢 展开这个子力 看来这个黑方 这个布局 走的还挺成功的 对 黑方这个旗呢 走到目前为止呢 应该说争取到了军事的局面 对 这个旗呢 就是说红方呢 在布局呢 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呃 王天一呢 这个棋风啊 也是非常硬朗 他这种战绩呢 也确实呢 非常的耀眼 对 也是成为了向甲啊 有史以来呢 这个第一杀手 这种胜率也非常恐怖 所以赵伟呢 也是非常精心的呢 准备了这个 对王天一的这个对阵 这里双方就一个交换 吃掉 红方 居四平三 黑方 泡七平六 泡七平六 对 黑方呢 就是摆出了一个 很柔弱的这个阵型 但是红方这个旗呢 也不好去发力 如果你居一平三 他可能走居九平七 对 这个旗呢 就是必要对两个居了 对两个居呢 黑方这个稍差一点的 但是他也不要紧 因为他这边强 所以说 红方的骑路马 也是有个问题 这个临场呢 这个比赛呢 我也是进行了 这个在天天象棋上 给大家做了一个 现场的解说 红方就接受这个对局 吃掉 吃掉 黑方 马九退七 回马登掉 然后黑方呢 登了以后 红方走兵 七进一来对兵 这招集 王天一也走得很快 时间上呢 王天一还是一直占优的 黑方拱掉 红方再向五进七 但是从棋的内容上来看呢 确实黑方的这个阵型呢 很结实 黑方马七进六 这个马也跳出来了 红方这个向呢 再收回来 黑方在足五进一 就是步级阶段呢 确实赵伟的 步的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红方走到这呢 也是没有丝毫便宜 但是王天一呢 还是在争取呢 把这棋局走得复杂一点 他居一平六 就准备将来居六进五 那黑方不给他这个机会 走马三进四 直接马三进四跳上来 封住这个局 这个棋呢 黑方下部棋就准备足九进一了 或者居九平七 对 红方呢 看到这个棋啊 就要平稳了 因为这个前边呢 第一盘棋呢 是由这个 这个杭州的张斌对阵 上海队的万春林老师 对 这盘棋呢 双方很快下成一个核棋 因为张斌呢 觉得自己的实力呢 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所以选择了一个 非常平稳的布局 迅速跟对方构成核棋 可能也是杭州队给他的任务 因为不败就完成任务 团体的一个策略 第二盘棋呢 这个杭州队的是 来自越南的这个外援 赖礼兄呢 后手棋对孙永征 赖礼兄这个棋啊 其实已经占了优了 开局就返先了 但是呢 对了军雨后啊 双方就同意合棋了 这赖礼兄呢 主要也是这个 季后赛的第一场比赛 对 所以双方压力都很大 就说这个在杭州队呢 是获得了这个成为赛的第三名 他对阵这个第六位的 这个上海队 那上海队呢 应该说呢 前两场呢 合了棋呢 也是很担心 对 因为杭州队最主要的两个主力 一号主力王天一 二号主力赵金城 排在三四台 对都还没去场 当时我们觉得呢 杭州队这个对上海队啊 机会很好 对 那么王天一呢 第三个闪亮登场 他也是志在必得 所以走到这儿呢 王天一几乎都没有怎么声响 他就是拍马过河 直接呢 这个进行这个 强行攻击 他也是在不断寻找这个战机 这个赵伟呢 这个进入上海队以来啊 应该说这个通过 逐年的这个比赛啊 这个经验呢 还是获得了很多 并且呢 也是有了 很大幅度的这个提高 就是说也成为了一名呢 比较合格的这个县打队员 对 个人成绩吧 没有太突出 基本在中游 然后这个赵伟呢 也经常在网上呢 给大家这个讲棋 由于他这个说话的时候 特别爱用这个 这部棋走得很炸蛇呀 对 所以的网友呢 就送给他了一个叫炸蛇大师 好 这个网友牺牲 他这个讲棋也很幽默 对 应该说他这盘棋呢 是打算全力防守 但是王天一呢 也是多次呢 这个挑起这个战斗 这个棋 红方确实也没有什么牵手啊 但是这个棋局呢 依然是在复杂的进行当中 黑方狙九平霸 红方马儿退三 对 这个马儿暂时跳呢 也危险 就怕对方捉啊 对 然后黑方狙八子六 这个狙八子六走得也很有力度啊 这个点的 这个位置是对的 下部准备扣马 还有登龙竹啊 这些手段 这个棋就是黑方呢 这个位置走得也很结实 红方确实很难去进攻 他是先马八子六 对 他跳了一个马 然后黑方呢 这抛路退一 先防守了一步 对 黑方这两个马呢 这么连接着 红方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对 这两马还挺结实的 红方长局 黑方平局压马 现在就说布局呢 双方比较正常 对 进入了这个终局的战斗 那这个时候呢 王天一呢 还剩下十来分钟 对 这个赵伟呢 就剩下 七八分钟 所以说这个王天一呢 还是想全力的继续进攻 肯定是肯定要走复杂的 炮八平六 对 这个炮八平六呢 红方也是想继续在战术上呢 挤压对方 对 这个赵伟呢 一起想求和呢 这里就走得太消极了 是 他这个实际上走了一个马斯退二 这是坏起 感觉也是挺合理的走法 对 我临场呢 我就给大家说了 这期黑方必须走足够 要气一个大中兵吗 这儿黑方有这么一个先手 红方还要再退 对 无论你退哪 黑方都可以把边兵吃掉 他将来最不敌 你一共如兵 他最简单 有一个居宾四对居 现在你可以吃边兵 对 这样如果我什么时候冲兵过来 你可以居宾四对居 对 可以简化 也可以马六进八 将来这个六路炮可以打边兵 这个其实黑方呢 是不差的 因为黑方两个马 比红方两个马 还要好一点 对 所以这一点上呢 赵伟呢 是走得太保守 他走了一个马四圈 这儿机会呢 又是完全交给了红方 红方有更好的机会 主要就觉得这个送一个兵太大了 尤其这个这么关键的赛事 但是气子争先吧 这个赵伟应该说 确实是保守 按您说的子跟士的这么一个交换 对 就是黑方这招棋 要给我走呢 是势在必争的 对 我不能忍受这个马再向回走 是 但是呢 他也许是这种啊 非常保守的下法呢 更加激起了王天一的斗志 是 就是你想我这两个马回来 我这位置也挺好的 对 感觉我这个 你这个卧槽马也没有这个位 但是没想到就是后面的阶段 王天一呢 确实呢在平稳的棋当中呢 还是走出了优势 是 我们稍后呢 再来看这盘的经过 后来的这个对攻呢 双方是非常的精彩的 嗯 这儿呢 红方就是继续呢 大举进攻 因为王天一呢 仪式位置也是稍好一点 此外呢 他还有这个时间的优势 他走G6平2 嗯 黑方呢 这个时候走了一个 炮6平7 这招棋没有什么用 因为你这个马呢 这个来不及去打 对因为对方底有僵嘛 对 这个棋应该走马6平4 赶快这个调整自己的子力 啊 黑方走了一个炮6平7 这是一个稍软的棋 那么红方就居底线一僵 对 黑方呢 感觉这个退尸 然后挂脚这个危险 他就走了炮 对他退了一个炮 7对1 嗯 这个地方呢 王天一这个体验出 对这个棋的理解 是 他当这个马不好进攻的时候 他回马金枪 把这个马走到一个很 看起来 路纹窄的地方 对 确实很 很妙 这招棋 嗯 后来我们仔细一看呢 真是一个 现实最好的手段 对 所以说王天一呢 一般可能不会往这想 等黑方 G7退二的时候 红方再马三加 等于红方这个子力啊 对黑方还是形成了一个 压制 对 下步棋有G2对3 他将来能吃兵 还有G2平3 对居啊 这些手段 就是黑方好像这个两个马 也没有一个好的 发展的这个空间 对 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一心一意想求和嘛 对 他就居情巴来对局 红方要是对了呢 当时我看啊 也是红方占优 这个残忍 对掉局以后 我先泡了冰酒 打死你这个兵 对 将来呢 我还有马自退三段手段 是 那王天一呢 不愿意简化 继续去进攻 对 就准备将军了 对 黑方又出将 他又出将 红方在马尔金寺 红方走得很深度 是 王天一呢 确实孕子的这个水平很高 接下来黑方呢 走了一个败州 走了一个局八平七 这是四杀 对 感觉这棋很平淡的 这个棋黑方呢 只能走回马 一下变成这样 然后在马三金寺 来去蹬这个马 这儿呢 还可以 黑方走了一个局八平七 可以说是啊 这个局呢 越走越窄 不 他平局的意思 他就是想满六腿七 回来继续换子 这个棋红方啊 只要一高向 黑方这个棋啊 就临场就崩溃了 因为黑方也只能走马二金寺 红方这里没有必要去打 打也是战友 但是先打这个更好 你将军我就上将 现在我打着这个马 那只能马四推六回来 那么红方再把老江走下来 这个棋啊 黑方啊 麻烦了 没法走了 将来这个棋 红方有马四推三 吃马的棋 你呢 还永远不能走居六平七 居六平七 居七平八 这个棋走居七平八 也很危险 这个位置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细说了 对 因为你平鞠 我简单 我就退马 就把这马打死了 对 对吧 而且这个 你要是进将 红方再打 你就完了 因为你只能躲鞠 我打掉炮 鞠散一将 马勾一将 然后就把这马吃死了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这个很关键 啥一将 吃一将 一落势 我马一将 然后他正好 有一退居欲作 你正好吃不到这个马 我马四催六 而黑方呢 这个居马也没法形成 对 马勾一将 他就是上帅 这看着红方呢 就是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所以黑方这个老将进不去 这个地方啊 黑方就很难走了 所以王天一没有走出了这个 向武锦三 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当时王天一的时间还比较多 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这个 这个最为干脆的飞高向 对 黑方这个子力一困 这个旗就是大战优势了 应该说 只要洪方走得好呢 黑方就没有机会了 他实战他走的炮路退役 他的想法也是要把炮调过来 但是呢 他没有这个实战的走法呢 更好 飞向这样多了一个炮路平三 打出的一些手动 这个旗黑方只能去进居捉炮了啊 就是暂时先拦住他再说 但是实战当中呢 这个赵伟就是想求和 想对子 但这个他也不好和 一将 洪方把这个马蹬掉 这个王天一还是取得了 这个决定性的优势 再进马 等于说 本来很平淡的旗下到这儿 洪方的这个居马炮位置都很好 黑方就GG2 洪方呢 这个GG2呢 也不好 还不如就进一步 进一步 又被洪方利用了 洪方顺势一平 又是一个先手 这个旗可以说啊 对 双方在居马炮较量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王天一确实显示出 还是这个明显 取得了优势 洪方 炮牙 还得GG2退一 防守 这个旗呢 王天一业临场啊 走得有点快了啊 因为我是一直在现场给他解说 通过网络上 洪方这个旗最厉害的一招是G2退一 下部旗 腰卧槽底 还有江 给对方这个老家弄三楼来 黑方如果G7平9 我还可以再打边兵 另外这儿也有江啊 什么闪击的手段 等于位置好又多兵 所以说这个旗走出G2退一来 洪方的优势呢 依然很大 对 所以说王天一这盘旗之所以没有取胜啊 跟他那个旗啊 后来下的 有关系 他是这个招法走的呀 有点偏了 这个旗他也占优 对 他取些品9 对 因为G1退一呢 他马已经才登了 黑方也要丢失效 黑方这个时候只有 去拼命防守 登掉 飞掉 杀一江 然后洪方兵一进一 这个地方洪方走炮一拼二也很好 对 因为你不能常吃嘛 等于下城 狙炮兵对狙马 对 单缺相的一个残局 对 这个旗应该是洪方明显是占优的 对 他退狙 然后他足武进一 这个地方如果直接将呢 对方会颠炮 实际上可以讲 是 你只能电鞠 我在鞠武平期 把你就吃碎了 是 我这底炮都不用讲 张老师这个 鞠炮兵这个残局 黑洪方最重要的一个点 是要 这个旗不是一个点 这个旗得慢慢下 对 黑方有鞠马族 也有反击力 对他也有反击力 就是红方呢 肯定是不让黑方 你的攻势形成 然后进一步消灭你的物质力量 或者吃兵 或者进攻 对 这个旗就可以直接将在鞠武平期 这比较干脆 就直接去捉你 然后你飞向我 就去点住 把黑方的这个视像捉链 一将点鞠 如果抛一拼 那也不了 抛一拼就拉住了 对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时间的关系 我们来不及戏摆了 因为后边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说一将你 鞠炮被拉住了 这个脱不开钩了 对 将来对子就是合旗 对 所以说红方实战走到这个 对 然后黑方是马武进三 然后他这时候再将 然后他点局 他这个炮一进三将了一句 红方 黑方不适 他拘五平三 他出将 对 他出将 他拘一将 上来 他打一顿挫 准备吃底相 向三进一 红方 兵一平二 这些走的都没有问题 对 然后他马三推二回来 黑方得赶紧把自己的阵 马给挑好 黑方就是想办法来制造反扑机会 力争去有些牵制的机会 对 红方这个时候 王庭友和他走得很快 这招棋也是好棋 这招棋感完全没有问题 他棋了一个像 其实是好棋 黑方也只能去吃了像再说 对 红方这个时候关键他没走出来 他应该走退两步拘 把他拉住 那他还得拘五平三这么保 然后他再把炮收回来 将来给你灌了一炮 中间浆 然后这拘炮兵比他拘马兵要速度快 等于这两个子被牵住了 他一步两步动不了 对 如果你动的话 我就把你兵吃掉 你就没有攻势了 所以这个退居很关键 一招棋 解决了很多的部署的问题 于是等于红方 把黑方的攻势控制住了 对 黑方得花很多部署来逃 实战他走了一个这招棋 这有点随手 对 然后让黑方这个足下来了 这个棋就不好赢了 这个棋难度就大了很多 他实战是走了一个 他走了一个平兵 然后他十五斤四 黑方先划一招 然后他跑一进一又涨了一步 又涨了一步 对 他马二斤四 马二斤四 然后他拘三平四 拘江了一拘 他点拘 他还是不愿意简化 这个棋都没事 然后 然后他拘六一进三 嗯 红方呢 这个棋呢 就说的 迎起来 走到这儿可能不太好应 因为这个棋 黑方啊 这个拘炮族到位了 对 他有这个很大的反击的能力 实战呢 红方先走拘九平七 对 让他向一进三飞上 黑方这个 黑方的位置也很好 红方又满边兵 他又怕丢兵 对 跳马江 拘江 拘江 电炮 电炮马三退二回来 这是一个好棋 嗯 一个是宝兵 宝相吃兵 另外他又要足团棋一 对 走到这儿啊 红方就很难赢了 但是王天一呢 一直沉在这个优势的情节当中 对 他老不肯呢 这个去求和 其实这个棋一拘江 回这就和了 对方只能拘落 对掉以后呢 肯定就和 黑方也不能不对了 对 这是红方最简单的一个核棋 主要一直占优的情况下 也不愿意 对 他又走这个 想吊住这个马 他是先走了一个炮六退一 对 然后又下兵 他还应该居江来捉马 还是和棋 对 还是和棋 他捉这个 人家倒 然后王天一这个棋 这时候他走了一个十五斤六 对 十五斤六就很危险 这个就不好了 人家居四平六 他又落实 这个地方 黑方应该下足 红方就只有气炮了 这个炮本身就丢了 这个炮出不去啊 这一撞就绝杀了 这个居六平三一走 就是绝杀了 对 等于黑方的速度反而很快 对 这个下底足很妙 但是双方也都没走出来 双方时间很紧 又走了一个居六平四 赵伟啊 早就进入独秒了 每步骑只有十几秒的时间 是 他又回来了 最后王天走了一个进将 对 进将 然后他下足 他十五斤四 他这个时候很精妙 走了一个居四平五江 对 但只能电炮 马尔金斯又一江 只能出帅 然后他居五平四 就是红方这个旗老不想合 结果这旗走到现在这个旗啊 不好合了 对 被黑方形成立体攻势了 黑方这个旗是厉害 这一撞族是连杀 马斯基二 马斯推二 都是杀戏 所以 所以 他没办法 他只能这江一军 这个旗啊 江是最后的速败 他只能把炮割在这儿 这个还能延缓一下 对 但是旗也输了 是 他一走这儿一江 他又一飞向江 人一出将 他一走炮五平二 人家一丝边居 走一鸡马兵 这个旗 正好老家又给钉死了 这个王天一输得也非常的悲壮 当然这个据这个向西方子写的这个名录身上说 说上海队河里利用了一个规则 就是说的看到王天一来了 他们选择了一个队员去来顶王天一 感谢大家